那么千索千眼观世音菩萨 我在做这个 每天晚上做千梢法床的超度的时候 它出现的很多 有一次是特别 很特别的现象 好像我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我在这个 修法的过程当中 因为是晚上 两点到三点之间 在修法的时候 那突然之间 很坤 然后就眼睛闭起来 就完全静止 完全静止 修法的中断 等到我眼睛张开 我看到千索千眼观世音菩萨 他一千只手 抓住一千只的法床 每一只手抓一只法床 在那边等着我醒过来 然后呢 我就很谢谢他 谢谢这个千索千眼观世音菩萨 那请你把这个千梢法床 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就把千索千 一千只手 手上的一千梢法床 一起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净土 那我在这个千梢法床的超度里面 看到了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是最多的一尊 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让我看见最多的一尊 除了那一次以外 我经常看到他 因为我眼睛啊 稍微往这边瞄一下 看到很多只手 然后慢慢他移到中间来 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他经常看到的 经常 他经常看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所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是 非常灵感的 你们煮起这尊 包含了五部 当然了 像这个习栽 敬爱 争议 祥福 敬爱 都可以得到圆满 都可以得到圆满 他这个千手千眼 有时候他的手 便不是空的 而是带着法器的 是握着法器的 每一个 他都可以让 所有的这个 信众能够圆满 就是 所以观世音菩萨当中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了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达了个人 ,吃到 快点 又或許 我们能够合理 我们开心 我们的新闻